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龙族居住的深处隐藏着一座巨大而寂静的城堡 克雷斯特汉姆 那座城堡以杀戮和鲜血为世人所知 在月光下只剩下残垣断壁 不再有昔日的辉煌 谁能想到它曾经是卢恩王国的都城 比普隆德拉更宏伟壮丽 拥有高耸入云的坚固城墙曾经辉煌非凡 如今在残破的古城里 失去记忆的腐败魔物 日夜徘徊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在这个全新组成 古城之类 你将获得绝无仅有的大世界体验 迷人的超大地图将为你展现广袤无垠的开放世界 让你畅游于自由探索的乐趣中 你路过的每一片土地 都可能隐藏着充满惊喜的探索任务 等待你一一揭开 只有真正的冒险家才能在这出满未知与挑战的世界中 获得无尽的探险快感 伴随古城大地图一同呈现的 还有许多新奇的古城玩法 前所未有的大地图探索玩法 包含丰富多样的任务形式 以及隐藏在古城各处的密宝 全新的声望系统 魔物与玩家各自拥有声望等级 声望等级高的一方将对低的一方形成压制 请各位冒险者努力积攒古城声望吧 另外在这个新的主城 你还可以解锁全新战斗机制的骑士玩法 冒险者们将在古城探索的旅程中 逐步解锁王国之剑这一关键技能 它将成为你对抗古城魔物的戾气 让我们一同驾驭王国之剑 守护这片古城的和平 白星骑士团的团长海因里希 将在9月20日作为全新英雄职业登场 身为克雷斯特汉姆的总司令官 无论面对民众的暴动 还是不死军团的进攻 海因里希从未露出过失态的一面 他就像一把骑士之剑 精准而锋利 宁折不安 他是军王施密特最忠诚的下属 也是王权最忠实的拥护者 直到最后一刻 海因里希依旧站在暴君身前 从未后悔 作为一个物理系的输出职业 海因里希能够同时装备两把武器 这两把武器可以给他带来不同的加成效果 他的独特技能 明镜 有助于队友洞察敌人的铠甲特性 同时减少敌人对我方的伤害 此外 他还掌握着一项至关重要的简易技能 可暂时剥夺敌人的反弹 格挡 闪避能力 让其无法享受免疫死亡的保护效果 在即将到来的冒险旅程中 海因里希将与您并肩作战 为古城的和平而努力 让我们一同见证 他的英勇表现吧 欢迎来到全新副本 白星飞空艇 古城的白骑士团正在寻找勇士 帮助他们登上飞空艇 保护重要物资的运输 在飞行过程中 你们将面临源源不断的魔物阻拦 这个副本需要等级达到160级才能解锁 并会自动揭取任务最后的星光 完成后将获取一枚全新的奥秘符文 在飞艇上 魔物会一波接一波的前来 威胁到飞空艇的航行速度 你们必须迅速清除魔物 才能保护飞艇的顺利前进 抵达终点用时越短 副本奖励越丰厚哦 请特别注意 飞空艇的动力炉控制着飞行速度 如果被魔物破坏 航速将受到限制 同时狡猾的魔物 还可能窃取飞空艇上的物资 一旦物资被窃取 通关评价将下降 冒险者们通过这个副本 你们将获得全新的奥秘符文 以及奥秘符文提升材料 和上线突破材料 这是一个极具冒险的挑战 准备好迎接白星飞空艇的考验吧 当然除了这一切 我们还准备了一套崭新的冒险路时装 最初的卡普拉 全新资料片《古城之类》 将在9月20日正式上线 穿越历史尘埃 探寻古城真相 全新大世界版本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CS 文件 名称 和 большое 最后